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來那些藍店頻頻發工 繼陽明的那間鄧湯店被市民踢爆了 原來他們有派發50元的現金券來吹谷人樓之後 又有另一間藍店 在網上被市民踢爆 原來他們只是派飯票 到底這間是哪間藍店呢 就是空井牛肉飯 又名是神戶食堂 這間藍店早上有很多藍絲KOL 跑去力谷和吹捧 包括華記、黑超哥那些 都去了拍片 大讚好吃 不過似乎只說沒什麼效果 很多市民跑去西九龍中心的Food Court 一上去看一看一看 大部分時間都是水淨河飛 門可挪著 根本沒有人排隊 於是現在又在派免費餐券 那張券面是這樣寫的 憑券可免費獲贈 任何飯裡一客及飲品一個 又有得吃又有得飲 完全不用錢 當然很多網民就開始懷疑 為何這些藍店可以這麼不惜公本 來免費派飯票和派現金券 照計對於這些個體戶來說 如果那些錢真的從自己的口袋 從他的荷包裏出的話 就真的很傷 很重 於是當然很多人就聯想到 會不會背後其實是有一些金主 來對於這些藍店贊助 然後就想吹谷起這個藍店的人流 來製造一些話題 我也比較傾向相信這一種說法 除非他的老闆出來說 不是啊沒有啊 是他自己出的 但是我想他這樣說 你也未必相信 尤其是這兩家派發現金券和飯票的藍店 亦是極具象徵意義的 因為兩家都是高調撐警 楊明那家鄧湯舖不用說了 直接跟他的女朋友 上到警察總部PPRB的時候 一起拍大合照 至於這個空姐牛肉飯的老闆 已經多次接受親建制媒體的訪問 什麼港人港地那些 更加不用說了 這兩位都是結出高調撐警人士 所以是很有象徵意義的 是不是想搞旺這兩家的藍店 製造營造一種氣氛出來 原來藍店也是很多人去排隊的 但原來不用真金白銀給錢出來 是不是想做到這種場景 這種畫面出來被人看到 是製造這種話題出來 去打擊這個黃色經濟圈 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性 而且這個可能性也不低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楊明的女朋友 多謝食客的時候 那句話真的寫得非常無靈兩可 他就說多謝大家的支持 他就希望廚房製造多些數量 不用太快賣光 但後來又被人踢爆了 他是有派現金券的 到底他這個賣是為什麼呢 是否那些市民補幾元 還是一元都不用補 都是視作為賣呢 事實上那間鄧湯店 真的在售賣食物給市民 不過當他們進行交易的時候 市民不是拿真金白銀出來付錢 而是拿現金券出來抵消價格 所以真的非常吊詭 到底是否想搞旺這些藍店 是絕對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在過去半個月當中 有人做過統計 竟然間有超過五十篇的文章 都是批評這個黃色經濟圈 是不可持續 不可行 甚至乎好像施老闆那樣說 就是夢一場 尤其是施老闆施永青 他經常對於黃色經濟圈 是非常糾結的 幾乎是做到差不多每天一篇 都是批評這個黃色經濟圈的 他最新的一篇報道又說黃色經濟圈 實際操作起來是黃極有限 終究都會是夢一場 到底他這次又用了什麼 上次他們這些建制派也好 或者是其他人也好 就經常錯誤理解 或者刻意曲解這個黃色經濟圈 就施罵那些黃店 只是做黃絲的生意 而不做藍絲 或者是自由行旅客的生意 於是黃色經濟圈 就不能持續發展得到 實情已經解釋過很多次了 這些人是擺明故意曲解的 也不是錯誤理解的 因為黃色經濟圈是消費者主導的 不是銷售者主導 別搞錯 人家打開門口做生意 哪一個顧客走進去幫襯的話 照樣是歡迎 哪怕你是藍絲、紅絲、綠絲、什麼絲 都好 一樣你肯給錢 別人就會做你生意 只不過是消費者 不肯進去藍店幫襯 所以這個是消費者主導的模式 這個其實正正也是彰顯得到 自由市場和自由經濟的可貴之處 因為消費者就有他自由的選擇 例如不要說黃色經濟圈 有些人只吃素 他就只選一些素菜館去吃 這個也是自由選擇 你不可以說你只選食素 你不去吃肉 你就是故步自封劃地為老 你的論點去批評黃絲 其實是一樣適用於素食者 甚至乎在伊斯蘭的信徒身上 因為伊斯蘭的信徒去選食店的時候 一定選一些清真友善的食堂 避免食物含有或混雜了豬肉的成份 難道你又批評他畫地為老 故步自封嗎 再舉一些不同的例子 比如說有些知識分子 喝咖啡才算 他們都會觀察一下 到底製成這些咖啡的咖啡豆 是來自哪一道出產的 是不是一些所謂公平貿易 fair trade的咖啡豆 他們就怕著剝削到那些貧窮的咖啡農民 對不對 還有有些市民選擇去吃一些 比較健康一些有機農莊的食物 他們又不喜歡用化肥來生產的蔬菜 那些又算是怎樣 那些是否畫地圍牢固步自封 實情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對嗎 只不過黃絲這一班消費者 剛好他們的選擇 就是要分享一個共同的理念 而這個理念就是五大訴求 求缺一不可作為一個最大公因素 是不是 要支援黃絲的手足兄弟 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有些人就像施永青一樣 就說這些是政治考慮優先於經濟考慮 絕對是 我同意的 但是他就說到 如果政治考慮多的話 就會撕裂社會 到底你就要問一問自己 這個是有雞鮮還是有蛋鮮的問題 到底是黃色經濟圈的形成和發展 是造成了社會的撕裂 還是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和香港警隊的三萬三千人 撕裂了社會以後 才導致黃色經濟圈這個物體產生 是不是 你苦心自問問一下自己 當然我也不會排除一件事就是 當這個黃色經濟圈慢慢發展和壯大起來的時候 又會進一步撕裂 這個我同意的 絕對是會有這個客觀效果的 我不會否認 但是你問問你自己 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件事 是吧 1841年開放以來 百多年都沒有出現過黃色經濟圈 為什麼會在2019年的下半年出現這件事呢 你問問你自己 凡事都有因果的 是不是 施老闆 不僅是他的 還有很多雷鼎明教授 一大堆的人 問你自己為什麼會出現 還有那個邱騰華局長 一罵完黃色經濟圈 民望跌到趴街 是不是 閉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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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 就強行把自己的理念或信念握到黃絲的老闆身上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黃店難以避免使用一些來自中國的原材料 例如食材等等 實情黃色經濟圈自從萌芽以來 都沒有提倡過是完全放棄使用來自中國的原材料 這個在目前來說也是不可行的 但是大家就爭取盡量避免去用 而不是完全不用 比如說水資源方面 如果不用東江水那樣怎麼辦 難道不開水龍頭 難道全部只能買礦泉水嗎 這些完全是詭辯來的 用東江水有沒有問題呢 在這一刻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是給了錢的 雙方都是明買明賣的 是互相對等的 不是說你賣東江水給香港市民 香港市民要跪著喝 你要搞清楚這件事 不要有一種因主的心態 就覺得我賣點水給你喝 你就要喝水思源 這些完全就是錯誤的 你可以不賣的 不賣的很簡單 就是香港人多建幾個海水化碳廠 就可以搞定了 以目前的科學技術來說 是完全做得到 大家可以看看新加坡就可以了 人家的水價比東江水還便宜 那怎麼解釋呢 不要再妄自鑽大 不要用這種因主心態 是非常之卑劣和自大下賤的 你就不要賣了 你批准香港市民建海水化碳廠那些人 你不批的 你就是要夾水 你要賺錢 搞清楚先 批評別人的食店 避無可避的 一定要用東江水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你告訴我 買的 給錢買的 市民是 你都愚蠢 是成本的一部分 不是你送過去的 對不對 這些事情 不要搞錯了 這些事情 要釐清這些藍絲 經常說 要喝水師緣 喝什麼水師緣 喝水師緣 喝水師緣 就是師大地之母之緣 就要感謝神恩 就不是感謝你大陸人 搞清楚這些概念 不要說得長說 那些藍絲很喜歡引用這個誠語 因為 好了 我又再舉一個例子 如果兩間食店 這樣就算了 是雙輪的店舖 一間黃店 一間藍店 大家都是採用相同的食材 製作同樣的菜單 大家猜一下哪一間店舖會比較旺 答案是顯而易見 不是我支持黃絲 我才這麼說 而是黃絲真的贏了 是有例子的 這個紅磡冰室和這個龍門冰室 就是例子 當然他們採用的食材是不盡相同 製作的菜單也是不會一樣的 不過大家都是做茶器 已經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為什麼紅磡冰室會做到倒閉 以前明明是你旺過龍門的 這是很客觀的 以前是你紅磡冰室大排長龍 龍門冰室沒有什麼人幫忙 現在是相反的 現在你直接接了紅磡冰室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是藍店 這麼簡單 不用爭辯 這件事是有客觀效果和證據的 至於施老闆說到 黃色經濟圈 只是在發白日夢 只是夢一場 其實就不用經常說這些話 到底是否白日夢 或是夢一場 或是藍柯一夢 不是取決於其他因素 是取決於黃絲的消費者 如果他們是有這個堅持 有這個行心 有這個毅力 有這個韌力 長期堅持下去 而且這個信念是堅定不移的話 那你就很嚴重 因為真的搞得起來 只是看那群黃絲的消費者 因為說來說去 黃色經濟圈 真的是消費者主導 不是銷售者 供應什麼給你 是那群消費者 因為他們分享同一個信念 所以 你經常在這裏 那些官媒也好 那些藍絲KOL也好 施老闆這類的人出來也好 不停暢淡 根本上無保於是 你反而不看 你不要搞旺他 還可能效果比較好一些 因為他們想達到的效果 就是黃絲經濟圈是消亡 怎麼會這麼笨 你現在不停說 就提醒市民 記得有這件事存在感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